大家好,我是乐天 上一期我们说到 泽秦恩击败了多天族迪诺之后 利目录的物相们纷纷觉醒 击退了入侵迷宫的妖天族 成功保护了拉米利斯及正姓的安全 至此,迷宫守卫战正式结束 听完了各方的报告并做出总结之后 魔国联邦开始了盛大的宴会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本期视频我们便讲讲技能的本质与个人面谈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主要的汇报完成之后 宴会的气氛也开始热烈了起来 利目录多为大家的平安归来 而嚎啕大哭 米娃麦则准备了盛大的表演 而至于那些参战的部下们 虽然不知道那些三腰帅是什么东西 但我肯定会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我辈也是 下次战斗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 像这样,大家都开始自夸了起来 不过这些都还是小事 最得意忘形的 还是在一旁装模作样的那个大叔 卡里斯,听说你被打得很惨啊 修行不够啊你 惭愧惭愧 不用找借口了 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勇敢地承认失败 暴风龙得意地嘲笑着自己的部下 还听到这话的利目录 很快便揭穿了暴风龙 你不也输给维鲁格林德了吗 哪来的资格嘲笑别人啊 好,说,说什么呢利目录 我哪里输了 明明就是状态不好而已 看到暴风龙慌张的样子 利目录更加无语了 说到底 要不是维鲁多拉输给了维鲁格林德 他也不会担心成这个样子 结果到了暴风龙这边 压根就没有任何反省的迹象 唉,卡里斯君 不管是多么嫌弃维鲁多拉 也不能抛弃他哦 放心吧 我现在只有维鲁多拉大人这一个主君 今后也会继续努力 就这样 宴会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为了给利目录倒酒而互相争吵的迪亚布罗和紫渊 在一旁微笑的猪彩 互相敬酒的红丸等人 以及表演杂技的哥布塔等等 利目录悠然地享受着这样久尾的温馨时光 同时也在部下们的身上发现了一件事 怎么回事 干部们好像都有些成长 而且还不光只是觉醒这么简单 请不要怀疑我 啊,抱歉 不过也是 就算是你要帮别人进化也有些困难吧 我只是稍微帮了一下 还是帮了吗 看着下一脸蒙昏过关的样子 利目录决定宴会结束之后 找个时间详细地追问一下 就这样 宴会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魔国联邦度过了难得的悠闲时光 第二天 利目录一大早便赶往了医院里边 打算探望一下 之前因被正义之王控制 而导致技能暴走的克罗耶 一进入医务室里 蒙王便和克罗耶对上了眼睛 利目录老师 桑 不用勉强自己像大人一样说话哦 不玩怎么看 你都还是个小孩子嘛 嗯 虽然我外表看起来是这样 但实际上我比利目录老师还要年长哦 克罗耶有些生气地鼓起了脸颊 觉得格外的可爱 倒不如说 让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孩子了 果然外表也很重要啊 利目录这么想着 他虽然是一个40岁的大叔 但因为万毛的缘故 也经常被人称呼为是美少女 利目录常常在这件事情上感到自卑 所以也是感同身受 总之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听到这话 克罗耶把脸藏在了枕头后面 真是 这也太犯规了 利目录桑 呃 这句话的意思是 看着娇羞的克罗耶 利目录有些反应不过来 姐 意义不明确 问题太过复杂了 居然连下耳都不明白吧 那我应该也没办法了 利目录骂骂地敷衍了过去 然后开始检查克罗耶的身体 简单来说 克罗耶的希望之王 受到了米加勒的控制 其体内的神志和克罗诺亚 正在压制暴走的希望之王 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 都无法进行联系 随后 利目录表示 可以对其进行干涉来改善状况 但被克罗耶 一正严慈地拒绝了 利目录三 这个是不行的 克罗诺亚最后对我说 如果一直依赖那个人 我们是无法与其并肩前行的 所以 我们必须要依靠自己来摆脱困境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这次不能接受老师的帮助 克罗耶指示着利目录 虽然容貌尚且连诱 但其坚定的眼神 还是让利目录想起了 他变成大人式的模样 虽然只是感觉 但克罗耶真的是超 不知为何 利目录产生了 和某个金发魔王相同的想法 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慌张的利目录摸了摸克罗耶的头 稍微安抚了一下之后 便离开了此处 午休过后 利目录决定仔细调查一下 夏尔在贝利里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毕竟夏尔的 稍微给了点帮助 中的稍微完全就是不可信的名词 呃 我对被怀疑这件事感到非常意外 说完这话 夏尔便开始细说了起来 正如利目录所想 夏尔偷偷做了许多大事 第一件大事便是对利目录的技能进行了改造 将视约之王的本质改造成了疯狼之王 这个技能可谓是利目录与手下之间的纽带 他的运作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首先 通过食物连锁和解析获得的情报 可以创造出新的能力 并且可以将这个能力保存 复制 赐予合适的对象 夏尔也正式利用这个权能 对红丸等人提供帮助 赐予了他们纠集能力 又或是纠集赐予 这里再补充一点 到现在为止 包括解析维路格林德后获得的纠集能力 灼热之王 利目录已经拥有了五个救济能力 而在热恶世界的设定中 每个人的魂是有极限的 能够掌握的技能也有数量限制 所以夏尔才会将已经没什么用的 誓约之王与救序之王统合 一同交给了维路格林德 这原不仅对占据了大容量的技能进行了修正 还重新整合成了更加强力的能力 风狼之王 也正因此 利目录方才会在帝国战中获得完全胜利 虽然确实是很盛大的搞了一通 但是 谢谢你 夏尔 不 我只是按照利目录大人的愿望做出了行动而已 今后也拜托你了 利目录微笑着表达的谢意 开始继续听夏尔的说明 虽然说是可以赐予力量 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获得最强的力量 在基础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 也会无法给予 说起来 对主人的能力改变还保留着 要实行吗 在利目录与卓热龙战斗的时候 夏尔曾经说过 可以将纠结能力 暴风之王和誓约之王进行统合 从来得到新的纠结能力 新风之王 但当时正在战斗时期 利目录便将这件事情延后了 后来 誓约之王让给了维鲁格林德 如果需要做出改变 就必须另外寻求方法 但现在的利目录 已经有太多的纠结技能了 所以 利目录的想法就是 将灼热之王 暴死之王 以及分离出来的智慧之王 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技能 都统合起来 进行最优化的处理 这样一来 或许就 好 马上执行 啊 不是 等一下 我话还没说完呢 嗯 已经开始了 没办法终止了哦 仿佛就像等了很久一样 夏尔埋头进行改造 在那之后 不管利目录怎么呼唤夏尔 夏尔都连回应也不给一句 利目录转变心情 决定召集干部们来举行个人面谈 好让自己更加清楚 每个人的变化与实力 而第一个面谈的人是贝雷塔 贝雷塔在这一次的战斗中 因为自身的实力过低 而导致拉米丝陷入了危机之中 这让贝雷塔很是自责 想要在之后的日子中 更加努力来获得利利亚 为了安抚贝雷塔 利目录赐予了他十万的魂 令其决心 让他从一只普通恶魔 进化成为了上位圣魔灵 圣魔金属生命体 身体的材质也从传说级 变为了神话级 存在值达到了1978743 与原本的独特技能 天蟹鬼作为祭品 获得了纠结能力 机神之王 这个技能简单点说 就是操纵金属元素的利利亚 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自由地变形 还可以控制对手的金属武器 如果不是使用魔法和灵气 强化后的武器进行攻击 就不可能对贝雷塔造成伤害 可谓是金属元素的霸主 利目录大人的恩情永世难忘 即使是现出神秘 也会彻底完成你的赤密 看着归在地上发射的贝雷塔 利目录露出了微笑 这一次让拉米尼斯 遇到了这么大的危机 确实是一个失误 但现在有进化后的贝雷塔 进行守护 利目录也就放心了 就这样 贝雷塔退下进行休养 在等待下一位面谈者的空闲期里 利目录开始思考起了 与技能相关的问题 说到底 所谓的技能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呢 像利目录 在原本世界死去的时候 就听到了世界之声 也就说明了 并非只有这个世界 才有技能的存在 但这样一来 在原本的地球上 到底会不会也存在一些 可以使用技能的人呢 这个谁也不清楚 说回技能 技能是基于这个世界法则的根源 按照附着方式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种是附着在身体上的技能 这类技能大多通过训练肉体到极限后获得 又或者是同一种族都能持有的 种族固有技能 实际上 魔法也可以算在这一类的范畴里边 这类技能往往只能达到特别技能这一层面 但如果将其继续经典或者是与技术融合使用 将会奔发出更加强大的威力 而另一种则是刻在捆扇的技能 这一类技能与个人的体质特征有关 也可以通过强烈的愿望以及意识获得 因此又可以看成是个体独有的技能 这类技能大都非常强力 但是获得的条件也十分的艰难 在基础能力及灵魂的强度 存在值等基础条件不满足的情况 无论如何渴望也是没有用的 不能获得就是不能获得 这类技能相比由肉体诞生的技能会更加强力 像独特技能便大都属于这个类别 说到独特技能 技能的种类千差万别 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独特技能 像利木鲁在转身的时候获得的捕食者 以及大型者便属于独特技能 但让利木鲁感到疑惑的是 在自己临死的时候 并没有期望获得大型者这个东西 最多最多也就是自己单身30多年 快要到被称为大型者的年纪了 真失利啊 我是因为利木鲁大人的愿望才出现的 咦 难道是我内心深处存在着这样的愿望才 利木鲁这么想着 打算不再继续追究下去 还收回独特技能 独特技能既有刻意肉体上的 也有刻意魂上的 但是一般不会存在完全一致的独特技能 即便是大的方向一致 甚至连名字都相同 但其性能和法则 也会因为持有着内心各种不同的思绪 而千差万别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 像猪头地的饥饿者就是其中之一 饥饿者是刻在身体上的种族固有技能 可以通过觉醒遗传 因此每一个觉醒后的猪头地 获得的饥饿者都是同一个能力 第二个例子便是静小姐的变质者 变质者是由静小姐的魂生成的 但在其临死之际托付给了利木鲁 因此利木鲁也可以使用这个技能 说完了独特技能 我们再说说在其之上的纠结能力 每次说到这个我都会说一句 纠结能力只能用纠结能力来对抗 这是因为 获得了纠结能力的人知晓世界之力 要想与之对抗 就必须是最强的神圣魔法 磷子崩坏 或者是原初使用的纠结魔法 普通的独特技能 无法对纠结能力产生影响 但这也是有例外的 像克罗耶的无限牢狱 绝对切断 以及正性的英雄霸道 都是这类技能 说到底 最重要的还是意志力 不管是独特技能 还是纠结技能也好 都是基于世界根源的力量 如果没有相匹配的意志 还就算有相应的意志力 如果无法彻底的了解技能的正确用法 也会发生失败 最有趣的例子 就是狄诺的怠惰之王 狄诺在战斗之中 利用纠结能力制天之王 让独特技能怠惰者发生了进化 这本来是一个极其恐怖的能力 但是却被泽西恩完完全全的压着打 当然 泽西恩确实很强 但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狄诺没有发挥出怠惰之王的能力 所谓的怠惰之王 特性是本人越行动就越弱 所以正确的使用方法 是将接战的力量直接赐予同伴 因此 要想完全地运用好技能 必须要知晓技能的本质 否则 即便是再强再变力的武器 也无法发挥出全部的性能 这可是需要用尽一生来面对的问题 正是如此 请更加重视我 好好面对我 嗯 嗯 利木鲁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 不过就在这时 门外传了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下一位面谈者 红丸到来了 听说是个人面谈 您是有什么想问的吗 红丸的表情一脸严肃 似乎以为是什么重要面谈 但很可惜 没有没有 这次只是一时兴起 大家的实力不都大幅度增加了吗 所以想要好好把握一下 哦哦 原来如此啊 听到不是要问新婚生活 红丸的脸色瞬间就明浪了起来 不过说起来 我也确实很在意啊 但继续问下去 不就成性骚扰了吗 是这样吗 像苍蝇那家伙 还说什么 能顺利进化 就说明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吧 你这人有点晚熟 我还想着必须得给你一些帮助才行 就在红丸说到这里的时候 猪菜端着点心走了进来 听到这话的一瞬间 她的声音异常的冷淡 兄长大人 在利木鲁大人面前说些什么话呢 猪菜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眯着眼睛看着红丸 那股压迫感 不亚于跟龙肿进行战斗 抱 抱歉 红丸瞬间败了 利木鲁大人也是 不应该跟兄长大人说这些没用的话 要好好责备她才行 是 下次会注意的 利木鲁也输了 像这样 利木鲁和红丸连大气都不敢喘 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吃起了蛋糕 等到猪菜端走餐具离开房间 他们两人才松了一口气般的 开始检查身体 回到正题 在和两个老婆做了爱 做的事情之后 红丸成功发生了进化 牺牲了独特技能大元帅之后 获得了纠结能力 扬颜之王 这个技能是由红丸自己获得的 其中在线丸的帮助下 还反映了部分维路格林德的全能 除了大部分都有的 思考加速 万能感知 魔王霸气等全能之外 还有着操控光热的力量 一级灼烧一切 一级如光一般 无色无味的隐形发机翼 再加上各种抗性和利木鲁的加护 红丸的存在值达到了 439万7778 如果加上太刀红莲 更是会再增加114万 存在值甚至超过了 魔王路米纳斯 而说到红丸 就不得不提一下 如同他影子般存在的苍蝇 苍蝇在这次战斗中 获得了谢尔的究极次语 月影之王 不仅可以随心所欲的 操控影子进行暗杀 还可以分出一个并类存在 可谓是如日本人者般的技能 总存在值达到了128万1162 称号为暗忍 我记得魔物有了孩子之后 不是会变弱吗 看着不仅实力大增 还间接影响着苍蝇的红弯 即便自己不可能 但作为男人 利木鲁还是感到非常的在意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会变强呢 这个 我也不知道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这件事苍蝇也一直在问我 我也感到很困扰 可恶 利木鲁看着露出爽浪笑容的红弯 但又觉得无可奈何 知道什么的话记得告诉我 好好好 那我就换下一位面谈者过来 就这样 个人面谈在欢声下雨中继续进行着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 不妨点个赞支持一下 目前10M小说讲解系列视频的制作 已经接近尾声 这边的话会每日更新 尽早追上进度 如果你对该系列视频感兴趣 点击关注就能看到之后的更新 那么我是洛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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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